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九龙江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访美行程结束 提早两天 今天回台上午在机场正式宣布 要争取国民党的总统提名 并为四年前负弃退党 向国民党鞠躬道歉 他公开呼吁民调唯一支持郭台铭 让国民党有明确的提名依据 那如果侯友宜民调高过他 他也会全力支持侯友宜 他期待跟赖清德来一场君子之争 郭台铭正式宣布选总统 不仅面面俱到 还压低姿态道歉 说你们的批评指教 他都以感恩的心来看待 这对蓝营支持者有多大的吸引力 连韩国瑜祝儿童节快乐 都有韩分喊话 韩总出来选总统 这对侯友宜形成多大的威胁呢 媒体访问讲不多 脸书倒是能写一大篇 内容都是新北市的政绩 最后侯友宜说自己 为台湾打拼毫无悬念 那昨天脸书还批评 内政通膨产销的问题 但是选总统不是只有内政问题 国际两岸外交 都要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态度 侯友宜无法得分就回避吗 那这样不是完全输给了郭台铭 那另一方面 蔡总统结束中美洲邦交国的行程 回程过境美国 那已经抵达了洛杉矶 此行的重头戏 就是明天要会晤 众院议长麦卡锡 中共气炸了 动员上千人的走路工 要去闹场 传出呢 价码一人增加到400美元 蔡麦还没会面 就去下榻了饭店去抗议 还登广告攻击蔡英文 而在军事层面 中共宣布启动台湾海峡 中北部联合巡航 这跟以前的军事演习 差别在哪了 一连串的动作 反而凸显 蔡麦会晤的国际宣传 有超过160名媒体记者采访 中共要拿什么平衡新闻效应呢 马英九访中 还有什么卖点呢 要继续舔中落泪吗 新加坡的媒体 点名马英九再选总统 这是新闻还是笑话呢 同样心肺大战 徐晓鑫指控费洪泰违反初选公约 寄申诉信给党中央的考纪会 结果考纪会呢 是以最速箭转给了台北市党部 考纪会说呢 这管辖权是在地方不是中央 而且没有申诉制度 尤其徐晓鑫的资料呢 仅仅是一张A4纸 并没有证据 蓝营党内互打互推 最新局势发展 今天节目中都有声音乐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新北市议员 卓冠婷 仲江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再是台湾智库策略长 王一川 大家好 政治评论王建民 大家好 还有是政治评论于梅梅 仲江好 大家好 好 再是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文芝 仲江好 大家好 自然美田秋名玉 大家好 再是财经专家许青黄 仲江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关心 郭台铭结束美国行反台 上午在机场召开记者会 宣布争取被国民党征召的机会 同时也为四年前退出国民党道歉 我愿意全力争取国民党提名 与南京的副总统来场军事生 提早结束十天的美国科技经济开拓之旅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清晨五点才飞抵台湾 十点就召开记者会 宣布争取国民党征召集会 感谢国民党朱立伦主席 和连升为副主席 公开肯定 我国台铭是国民党的重要资产 当然我也要为 我四年前父亲离开国民党 让很多人失望 所以向国民党朋友们 至少万分的欠语 对不起 深深一举功 郭台铭寻求支持者谅解 同时也承诺 主角若最后不是他 绝对不会再离开国民党 如果我获得国民党的征召提名 我将穷尽所有 还解所有非正义 但是如果 最后民调侯市场高过于我 国民党决定征召他 那么我会有全力支持 这次再战2024是否能如愿 时间会给答案 我们看到郭台铭提前结束访美行程 今天回台马上就在机场举行记者会 说要争取国民党的总统提名 他也呼吁唯一支持郭台铭 同时也说是让国民党有提名的依据 我们看到他也说了 如果说最后民调侯友宜是超过他 他也会全力来支持侯友宜 同时他还向蓝音的支持盗窃 因为四年前负气退党 所以一举功道歉 先调名誉怎么看郭台铭的这一番谈话 看起来是面面俱到 但是我也比较好奇 就是说他说用这个民调来决定 那这也是不是代表他不用加入国民党 也能够争取国民党的提名 那这就显然 是不是跟朱立伦已经谈好了 确实 因为在他出发前跟朱立伦见了面 那现在看起来 如果他要回国民党的话 要有一套的这个特别办法 那朱立伦他也不愿意帮他开后门 所以现在就采取征召 那所谓的民调就是内参民调了 所以不会有 到目前为止 郭台铭还没有回国民党 也就是他不用回国民党 他也可以加入这个征召的机制 没错没错 那这个目前为止是这样 那我先讲了 郭台铭看起来今天整个是有备而来 包括他太太曾馨颖也来了 所以外界关心 什么太太反对 看起来都OK了 那你看他今天发表 1400多次的这个谈话 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呢 就是他宣布要参选总统 第二个为当年的这个夫妻 夫妻离开国民党道歉 那第三个呢 就是说如果这个民调 他输给侯友宜的话 会来支持侯友宜 那也就是代表说呢 未来他不会什么 大家什么郭柯配 柯郭配 是不是独立参选 联署 这些都不用再猜了 就是就是完全以国民党为主 不会成为国民党的潜在对手跟敌人 那我必须讲这个1400多字 你看他今天 刚刚原资还没开始的时候 他就讲说 他今天讲得很顺哦 都没有结结巴巴哦 我讲了 因为我就我了解 今天这篇所有的稿子 都是他自己写的 这都他自己写的 因为他的 他有讲 就说他在台湾的时候 很多人你一言我一语 你应该这样做 你应该那样做 王津平也献册 龙斌也献册 这连朱立伦都有给建议啦 他在台湾就没有办法 这样好好的静下心来 所以他这次去美国 就好好的这个静下心来 就想讲他该讲的啦 所以他就1400字 洋洋洒洒洒就自己写了 所以今天 你看他讲的这些话 都是他自己亲笔写的 那再来 我必须要讲的是说 目前为止 他今天发表了这些的谈话 国民党到目前的反应 算是给他一个好评啦 因为道歉也到了 那也讲大家最担心的是说 如果你没有获得提名 你会不会变成国民党的对手 像上次一样什么 郭柯王搞一组啦 看起来也没有 所以目前为止 国民党对他是好评 可是我还是必须要讲是说 他这样子的表态有没有用 其实没效啦 我不是要泼郭董冷水啦 但是我分析 他是期待民调也许能够赢过侯友宜 是是对 好那那当然仲将你会讲说 我当时比较泼他冷水 为什么是觉得不好 第二第一个 就是他今天很多是去讲经济的部分 包括引诱柯林顿的名言啦 那包括他去美国啦 见了贾伯斯的儿子啦 然后又是这个要凸显 他的国际观跟财经都赢过侯友宜 但是我要请问各位 事实上他不用做这么多 大家都知道 他在国际观跟财经 都会赢过侯友宜 他不用嘛 第一个他是成功的企业家 曾经做过台湾的首富 他还跟川普见了面 也见过白宫 他需要再一趟此行 去证明他赢吗 不用啊 所以再加上是说 你看他此行 那我今天大家很多的好奇说 他不是说要号称去12天吗 怎么后来只变10天 我跟你讲 因为他这一趟此行 是非常非常的临时 他其实就是一个 好了你说他霸气总裁 他看到马英九要去中国 然后蔡总统去美国 他就马上说我也要去 他就说我要去 所以你说行程安排的比较临时 对 所以仓促就去美国了 对没有错 所以等于说他这一趟 他幕僚都不知道要去几天 只是媒体一直问一直问 所以就后来给了一个12天的答案 所以基本上幕僚也不知道他要去几天 然后要干嘛都不知道 所以你说他要见到多高层级 那最后他最后只有那个玉山协会 玉山协会就是他自己创立的啊 那这个你有什么 他都去参加自己创立的一个这个活动 大家都知道你的国际观跟财经 都是赢过侯友宜 所以他这个都白做 再加上你又不带媒体去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那我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就知道他是多么的临时 这个是郭台铭去参加这个玉山协会 是他自己创立的啦 办了一个餐会 那当天呢 有去参加这个餐会的侨明呢 后来就洋洋沙沙写了一个脸书 我觉得中间比较特别是说 因为他本来是发给大家说 他六点钟开始到九点半 那所以大家按照这个习惯 大家六点钟准时到 他前面写了很多 那我们就截图啦 截图就是说 你看到大家六点半都来 四百多人 四百多人蛮有号召力的都来了 结果郭台铭呢洋洋沙沙的 这个到七点钟才姗姗来迟 结果来了之后呢 你都不知道他在干嘛 结果七点半的时候 突然在台上接到这个妻子的来电 然后就在台上就跟妻子就聊起来 然后后来讲完之后呢 突然想到说要唱国歌 然后那开始全场起立 开始唱国歌 对你讲到一半 突然唱国歌 然后大家站起来 就到八点多的时候 然后到八点半才开始上 才开始吃饭 所以全部人都鸡肠陆陆在等他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 原本计划演讲的 都搞得这样子鸡飞狗跳 感觉很明实 清清菜菜 对所以你要说他这一趟 是有多缜密的规划建到多高层 其实真的是没有 好那我最后要讲的是说 其实为什么这个 这个很多蓝营的媒体 虽然很多蓝营 就是蓝营的朋友 虽然就说对他今天的 这个演讲是好评 可是普遍还是觉得 比较看衰他 没赢了 因为你花那么多时间 去证明说你的国际 跟你的财经 赢过后赢 我刚花了很多篇幅在讲了 你不用做那么多 大家都知道你会赢 但是现在你是要拼 国民党的初选 你国民党初选你又要再去日本 他后面还要再去日本 对那你花这么多时间 你不如好好经营地方 因为侯友宜 你不要看他这样子 他表面上什么岁月共好 什么什么共好的 你好我好大家好 但是他私底下已经在动了 包括他这些议长派的 都帮他南北串联 人家是有很紧缜密的 这个组织 组织在布装 你郭台铭 你第一个跟国民党没什么渊源 那第二个你从来也没陷入国民党 你这些国民党条卡 你也没认识几个 你与其在这样子创造自己的声量 你不如这个侯友宜 你这个不方针是远远 不如侯友宜 但是我最后要讲是说 现在郭台铭正式的表态了 所有的压力都会回到侯友宜的身上 因为包括这个郭台铭的经济论述 两岸论述都已经开出来 大家都知道他是深蓝 马英九的那一套 马英九讲什么 郭台铭就绝对吃什么 因为深蓝论述就是马英九那一套 那你侯友宜呢 你今天的回应 还是说北台湾共好 然后大家共好 那你就是共好的理论 还是很空 所以我认为说未来的压力 就是回到侯友宜的地方 好 这名语当然没有看好这个郭台铭 但问题是郭台铭其实呢 就以蓝硬的支持者 会不会觉得 其实是诚意足够呢 即使不需要去特别凸显 他的国际观 或是说这外交等等 是胜过侯友宜 但他还是跑美国这一趟 接着还要继续往日本去跑 而且呢 还压低姿态道歉 说你们的批评指教 他都是以感恩的心来看待 说要请教亲皇 这个显然对蓝硬的支持者 有没有这个吸引力呢 如果是对照侯友宜的话 天龙对地虎 那这样子各方面的话 难道郭台铭就没有优势吗 大家只要去看 今天郭董的相关直播影片 下面的留言 你就知道 对于蓝硬的选民 到底有没有吸引力 下面有的选民 是为了说打过BNT 所以必投郭台铭 那一样也有选民是怎样 非郭不投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呢 对郭董来讲 他还是有他的铁粉一块 而且最重要的是 肯定郭台铭的呢 你可以认为 这些选民的特质里面 这个知识栏 这一群民众 一定是跑不掉的 为什么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他展示出来的是 他虽然没有在美国 见到很高层级的人 可是重点不是 他在美国见到 见到多高层级的人 他只在证明一件事情 他跟侯友宜相较之下 他对于国际的人脉 他是有的 所以你去看郭董 今天记者会 他讲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讲什么 他在告诉你 他认为台湾的现在 面对到国际的局势 是非常凶险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他愿意贡献 他这辈子的国际的人脉 供大家来使用 想办法化解风险 那你想想看 他的国际的人脉 请问 这个是侯友宜会有的优势吗 显然不是嘛 他认识了美国那些 政经圈的大佬 这个一定都不是 侯友宜会认识的嘛 他认识了日本的 政经圈的大佬 也不是侯友宜可以认识的嘛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郭台铭他要在国际这件事情 拉高跟侯友宜 两个之间的对比 那第二个是 你也可以看到 过去他的行程里面 很多谈AI的啦 然后去谈这个 我们讲说 关于未来的电动车发展的啦 谈人工智慧的啦 这些项目都在凸显出 我会的产业的东西 你侯友宜都不会 所以国际的东西你不懂 然后产业东西你也不懂 然后第三个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你去看论述的部分 郭董在他今天演讲里面 讲到台湾的事情的时候呢 刚明月有讲说 他的这个论述当然就走 这个马英九那一套 不 可是他有一点不太一样 他讲的是中华民国台湾 中华民国台湾这六个字 请问这是从谁开始使用的 蔡英文啊 从蔡英文总统开始使用的 所以换言之 他从蔡总统手上 把中华民国台湾 这样的六个字的使用方式 直接沿袭过来 所以你说他这一招高不高明 当然很高明嘛 所以他这一次呢 你可以说他是有备而来 为什么我们说他是有备而来 郭董的这一场记者会 你知道从昨天哦 在媒体群出里面 特别通知大家 说这个关于这场记者会 有没有人需要 这个派车去接送的 如果需要派车接送的 昨天请在群出里面呢 填表单 然后呢 你就直接上车 就载你到记者会的现场 这很周到哦 是 然后这件事情 昨天就开始在运作 你去想一件事情 郭董之前的相关的新闻活动呢 也很少看到特别注意 还要派专车去做接送 那这一次是有车子可以坐的 所以很显然 他们对这一场记者会 是格外的重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提到 这整个里面 你要注意几个美港 第一个美港 郭董在这里面 你能够注意到一件事 四平八稳 没有任何让你拿到 可以攻击他的地方 也不会再犯了 像上次一样 说自己啊 这个退出国民党 是因为年轻一时冲动 所以退出国民党 年轻冲动这几个字 你就不会在这次 郭董演讲的时候 听到这样的话 第二个 你看到郭董呢 为了他的退党呢 还一鞠躬道歉 他特别走出来一鞠躬 就是为了跟他的党员 做这个道歉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这次的动作 有很多跟之前 不一样的地方 第三个是 这一次整趟郭董 访美的过程里面 所有的专访 采访 郭董一概不接受 郭董在过去的几天里面 只接受 我把新闻资料 照片 素材提供给媒体 你们媒体要报导 就照我提供的素材 去做报导 其他你要专访 要采访 通通都没有 所以换言之 他在做一场中规中矩的做法 所以他要用这种方式 尽量没有争议 但是凸显出 我在产业 在经济政策上面 跟这个侯友宜 不一样的地方 同时你再去注意一件事情 郭董难道不知道 侯友宜这阵子 民调趋势向下的事情吗 郭董当然知道嘛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你看今天林楚英委员 也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嘛 所以郭董的看到了 侯友宜民调在往下 这件事情 请问难道朱立伦没有看到吗 朱立伦当然有看到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对于郭董来讲 他觉得这里面 有没有大有可为的机会 他当然大有可为的机会嘛 所以对郭董来说 我在这个时候呢 拉高我在国际 在产业的优势上面 去跟侯友宜做个对比 他认为可以把这些知识栏呢 跟一些栏营的这些支持者呢 可以叫回来 甚至有些权欲的 搞不好年轻人转过来 也会支持他 所以这个就是郭董 他现在在盘算的部分 不然你想想看 如果对郭董来讲 这场仗如果什么迎面 都在侯友宜那一边的话 他还需要去访日吗 访日的行程又取消了吧 你就直接等国民党 做民调就好了吧 所以你有没有看郭董这样做 没有 所以表示对郭董来讲呢 在这后面 他认为这个大有可为非常高 可是在这里面 刚刚明玉讲到 另外一件事情是 对侯友宜来说 能够就这样 一直让民调继续在往下吗 也不行 所以据我所知 4月4号的时候 今天4月5号 4月4号晚上6点 有一场很重要的餐会 是侯友宜跟挺郭派的 有利的人士的一场重要的餐会 在这场餐会里面 定调了几个方向 第一个 开始准备要找人 什么意思 要收纳董国阵的人才 帮侯友宜打造智库团队 第二个在这里面 开始呢 在未来这段时间里面 要做出比较多 关于两岸国际外交的政策论述 所以呢 等于说 在4月4号这场餐会之后 定调了很多未来 侯友宜阵营要推出来的方向 所以换言之 郭董把他的牌跟棋打出来了 但是对侯友宜来讲 他也不能做事 整个局势呢 通通就这样一路 就往郭台铭那边去 所以他对他来讲呢 该拿出来 态势也要拿出来 所以据我所知道 他们也要拿出 就是说 虽然侯友宜没有公开 直接用文字 或是用他的口头 说出来说 我要选总统 我要代表国民党选 但是在未来4月5月的时候呢 态势上面 他要开始做出来 所以从团队 到论述的部分 都开始逐步要端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在国民党内 两强对决的这个态势呢 在未来一段时间 还会继续持续下去 所以我们看到 郭台铭今天的正式宣布 那以及呢 这个出手 看得出是有高人指点了 而且是有备而来 一串凶 那显然 这对于 这个侯友宜来讲 是不是会产生 极大的威胁 但另一方面 我们还看到 蓝莹会是支持谁 不光是郭台铭 这个韩国瑜 我们看到 他在脸书 祝一个儿童节快乐 都有韩粉 都会喊说 韩总要出来选 不能因为一次的总统失利 跟市长被罢免 就丧失动力跟斗志 韩粉也是说 唯一能够救国民党的人 所以蓝莹的支持者 不见得只能支持侯友宜 也有郭台铭跟这个韩国瑜 那现在关键在哪里 朱立伦是不是能够提供 真的是一个 真正一个公平的 一个民调初选 对 朱立伦提名侯友宜那一天 就是国民党下课的那一天 这个朱立伦非常清楚 所以 他现在去党 韩国瑜的韩粉出来 他派那个江俊廷去参加韩粉直播 说有有有 韩国瑜有纳入民调 现在又去让郭台铭出来 郭台铭说好 我要算了 这样扔下去之后 我跟你讲 那个老虎军团 你让人出来之后 你要叫他带他 不可能 你的韩粉现在都集结了 整分很高兴 要冲啊 结果说没有没有 你们还是下课好了 这两股势力你无法解决 所以郭台铭这一次去美国 本来我是对他有很高的期望 想说你这个行李人 这么强跑去东岸 然后可能会谈出一些多伟大的 包括美中台的这种经济战略的 这种格局 因为他如果说这出来 侯友宜就下课了 因为侯友宜不知道什么叫美中台 他当作台中有一间早餐店 叫台中美早餐店 那搞不清楚 好那这一种 我为什么说这是郭台铭去 我觉得很可惜 他就跑去智库跟人家聊天 第一个 然后跑去跟贾博士的儿子说什么 iPhone 4s怎么发明的 然后跑去讲红海帝国有多强 多猛多勇 然后呢跟那些年轻人座谈 说台湾对不起这些年轻人 好 讲完之后 本来啊今天早上说 哦他今天要来发表 他的未来工作计划 要讲他去美国所见所闻 我想说哦那他可能人在美国不方便讲回到台湾讲 结果他选了哪一个饭店 选了桃源机场过境旅馆 郭台铭 你是大老板呢 你要宣布说你要选了 结果你选桃源机场过境旅馆 你选得状态哦 有人会宣布参选 然后选过境旅馆 刚刚不是说有接送吗 为什么要接送 因为那种逢的嘛 接近桃源机场的左手边嘛 他为什么不选台北 他五点多的 他的专机呢 五点多到桃源 10点开机这位 都四点多钱 你早上过境旅馆 小时候小时候出来开机这位 然后讲出来的内容 有听到他黄美到了各个地方去的什么成果吗 没有啊 有讲到他的工作计划吗 没有啊 就想说他想要选而已啊 郭台铭以前 讲说要去投资 是从什么巴西 越南 印尼 印度 宾州 威斯康星州 台湾这个官司 六都都去骗过 为什么这时候 把严慎文拿出来 这是关键点啊 你觉得严慎文会 会对侯友有兴趣吗 就算你今天 立法院有80%的国民党立委 站出来支持侯友宜 那是因为郭台铭 他现在状况不明 所以只好看侯友宜民调往下调 所以站出来 所有要支持侯友宜 会让你开心 会让你开心 会让你再开心 会快乐 会让你再开心 会不会被担心 打он 在哪里 好 在此